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月以后 3月25那天 因故胜去 就感觉脑压升高 我自己都觉得就好像要中风的感觉 就去诊手打了一针通血路的 隔天就到大烟去做各项的检查 医生说是脑干酸塞 开了抗瘾剪剂 还有像谁要的药给我吃 然后我吃了几个礼拜也没什么改善 自己本身知道 吃西亚很伤身体的 我也就不吃了 这段时间因为工作是要开车 但左脚没力而导致方向盘 它会不稳定 中风我坚持还是运动 但是总是跌跌撞撞 把自己弄得头破一圈 然后我不但上网找资料 也尝试了中医处理 针究了二三十次 那吃了中药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去找了有名的西医 我等了七个小时看了五分钟 他说我的状况不会好 也不可能会好 只有维持在现状已经就OK了 然后我还是不干练 我还是上网去查 直到二月左右 我在网路搜寻中看到张医师的影片 他在播放中风要怎么处理 然后我就自己就做个血印过来 原始点 第一次全身按推以后 就感觉气比较顺 胸门也缓解了 为了从此我的健康 我全力配合晚上睡电坛 温呼 然后坚持不吃寒冷的东西 时时要提醒自己 不能发脾气 然后运动跑步 爬楼梯 还有以前就喝温喝水 现在我水不喝了 我改喝姜汤 然后现在手比以前有力了 右脚也有比较改善了 差不多九成左右了 那现在体力比以前更好 记得一定要温呼 要运动 要喝姜汤 要改变饮食 心情真的很重要